杰族首领石勒在乡国建立后兆政权 歼灭前兆后一度在北方建立了霸主地位 石勒死后后兆政权几经更替 最终落入燃民手中 更名为燃魏 有人称这位燃魏政权的开拓者 为忍辱负重二十载 最终首刃仇敌的汉人救星 另有人则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 认为燃民仅是个自私自利的汉奸 为何世人对于燃民的看法 会有如此两极分化的观点 真正的燃民究竟是英雄还是奸贼 燃民自永曾 魏郡内黄县人 父亲本姓燃 燃良在十二岁时被石虎说为养子 故改名为石瞻 燃民早年随姓 因此又叫做石鸣 此时石虎虽还未篡位 但作为石乐的堂职 可以说是身世宣赫 为何会将燃良收为养子 考知晋书卷一百七可知 石虎并非是主动选择燃良纳为养子 而是由石乐缔结了这段关系 石乐在鹏关宫破尘武后 俘获了燃良 石乐破尘武发生在公元三百一十年 此时石虎只有十五岁 另一个十五岁的人 给十二岁的孩子做养父 听起来不合情力 但燃家祖上是汉代的 黎阳祺都尉 世代为武官 在个人作战能力上 燃良骁勇善战 可以收为己用 在政治手段上 石乐这番举措 一定程度上稳固了南兆地区 那么燃敏身为石虎的养孙 为何会有忍辱负重的说法 难道石瞻父子 在石虎府中待遇很差吗 其实不然 晋书卷一百七中记载 敏诱而果锐 继龙俯之如孙 继龙是石虎的字 也就是说 石敏小时候就聪颖鸡敏 深得石虎喜爱 石虎对待他 就像对待亲生的孙子 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任何外力干涉因素 一个孩子的心理建设 全权来源于石虎的优待 那么石敏很可能 对石虎相对得非常敬爱 但外力干涉是个变数 因此就要谈到 唯一可能造成 石敏心理转变的人物 石瞻 也就是未改名前的染良 为什么说石瞻是唯一一个 可以影响石敏建立湖汉观念的人 很简单 石瞻在十二岁 就已经被石虎纳为一子 这意味着石敏一出生 就进入了后兆政权的中心地段 成长环境 全权笼罩在结族统治之下 唯一能在石敏内心 播种汉人民族观念的人 只有早年接受过汉化教育的父亲石瞻 那么石瞻在后兆的统治下 究竟做了什么 他对湖汉关系又是什么态度 从石虎对待石瞻之子石敏的态度上 不难推断石瞻受到的待遇并不差 与之相对的 石瞻身为武将 也为后兆 争男闯北 其中有能体现石瞻政治态度的地方 就在于石瞻和东晋武装势力之间的交集 公元324年春正月 乐将宾都为石瞻扣夏批 拜晋将军刘长 碎扣兰陵 又拜蓬城内史刘絮 简而言之 就是说石乐派石瞻去攻打东晋的管辖地 夏批 兰陵 石瞻非但去了 且成功击败了东晋的武装势力 夺取了城池 类似的事件在《资质通鉴》中也有记载 公元325年下4月 石瞻在邹山成功击破衍州刺史谈兵 并将其斩杀 次年又率军攻取河南太守王瞻 可探本是同瞻生 相间和太极 最终 王瞻被攻破 随后 赴居兰陵的彭城内史刘絮 再一次被石瞻击败 由此可见 石瞻不仅参与了抗禁战士 且在交锋中屡屡获胜 为后召立下汉马功劳 甚至他人生的终结 也是在为后召攻伐前召的战士中牺牲 资质通鉴 对石瞻之死的记载仅有之言片语 刘耀军追石虎军急于高喉 与虎战 大破之 战石瞻 刘耀军打的是石虎 为何石虎安然无恙 石瞻却被斩杀 我们不妨猜测 石虎作为军队最高统领 后召皇室成员 在退败的局势下 必然是军队首要保全的人 而石瞻很可能作为先锋被杀 亦或为撤军断后而被斩 总之 到此为止 石瞻的一生 可以说是为了后召死而后已了 石瞻死后 石民俨然是紫城副业 成为了后召军中议员骁勇大将 那么他在与东晋的交集中又适合表现 禁书中共有三处记录 第一次是石虎在昌黎落败的时候 在这场战役中 只有石敏带领的部队于局部战场中幸免于难 石敏因此名声大险 第二次是在石虎潜军攻打荆州和扬州的时候 石敏在局部战场免因获胜 并斩杀了东晋将军蔡淮 最后一次 鉴于公元349年春 定阳梁独帅梁州数族发起兵变 石虎以李农为大都督 行大将军事 统领十万大军讨伐他 石敏以征鲁将军随行出征 李农两战两败退保成高 梁独军占领洛阳 东略行阳 陈流朱郡 石虎见情势不妙 于是以燕王兵为大都督 督中外诸军事 再一次讨伐梁独 石敏仍随行出征 石敏在行阳与梁独军激战 大败梁独军 并斩获梁独首级 由于他在此战中的出色表现 从此威名更甚 胡夏宿将无不忌惮他 考之以上记载 石瞻石敏父子 在后兆政权下并未受辱 反受轻重 相对的 父子二人在参与后照的战事中 兢兢业业 甚至石瞻还因此殉命 且二人屡次大败代表汉人 郑硕的东径 难以窥测出燕敏的 华裔之分和民族大义 也就无从证明燕敏的 忍辱负重 那么 所谓的汉人救星到底有何由来 难道燕敏在后来的经历中 认识到了身为汉人的 民族政治取向 这恐怕就要谈到燕敏颁布的 广为流传的杀狐狸 石敏在讨伐良读的班师徒中 收到了石虎去世的消息 石虎死后 诸子征位 杀戮为常 石虎的第九个儿子石尊 为拉拢石敏势力 允诺夺位后将石敏封为储君 然而石尊继位后 却并未履行承诺 石尊对石敏的猜忌 与石敏对石尊的怨愤 日益加深 最终石敏在石虎另一个儿子 石剑的告密下 得以彻底铲除石尊势力 随后 他便拥立石剑为王 石剑继位后 劫士官员多次密谋诛杀石敏 石剑也参与其中 石敏逐渐认识到 胡人不肯为其所用 因此才颁布了杀狐令 值得一提的是 杀狐令颁布时 杰族虽遭遇诛杀 但石虎子孙并没有遭受 同样的对待 甚至连石剑的皇位 都没有被废去 直至石剑再一次 密谋遇杀石敏 石敏才废杀石剑 即诛杀石虎子孙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石敏对石虎一家 并无深仇大恨 含不上卧心肠胆 杀狐令的颁布 在主官上的目的 并不像素正汉人血统 反而更贴近于 稳固政权的手段 那么从客观上 杀狐令起到了 保护汉文化的作用吗 东晋十六国 是中国历史上 特殊的大分裂时期 北方政权 基为胡人所掌控 此时从石市手中 夺得政权的燃敏 颁布了一道杀狐令 使得北方胡人数量 急剧减少 也确有造成 截族灭族的记载 因此 后世有人认为 假使没有燃敏 整个汉族将被胡人所取代 汉文化也将就此消失 但在禁书和资质通鉴中 都有记载 杀狐令的颁布 产生了极大的混乱 各地在响应杀狐令中 除开被杀的胡人之外 还有大量高鼻多虚的汉人 被误杀 一直到了诸夏纷乱 无负农者的地步 杀狐令与其说是诸狐救汉 不如说促成了北方人口 大规模向南方迁徙的人口流动 间接加固了东进政权 沙狐在燃敏的根据地夜城 执行了不过半年多就废止了 而且 燃敏此后还一度走上 辅纳诸湖的道路 目的是安抚招来境内的胡人 扩充军事力量 至于燃敏是否是基于民族矛盾 而高举正义大旗 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燃敏是一个政治缩影 而并非是一个文化缩影 纵观他整个人生轨迹 昭示着后照在十六国时代的变迁 以现代的眼光去判定古代史 以民族的眼光去界定是非对错 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汉文化并非是汉人的文化 而是整个古中国传承几千年的 融合时代变迁 种族融合的文化 三言两语又怎能囊括